大家好,这里是聊聊吧 今天来聊什么呢? 我们今天来聊一下镜头好了 这种是一种,有看到这个照片吗? 这是我以前拍的照片 这是一种老的镜头 这种镜头叫M42镜头 那什么是M42呢? M42是一种很久很久以前的镜头的形式 这种镜头呢 它是用螺纹形式去做 做把镜头接在相机的本身上面 这种镜头比较好玩的是 它以前生产的时候 大概是在30年前到40年前的时候 当时有很多家厂商 它都做这种镜头的接 M42是一种接环的样子 叫接环的样子 那时候的厂商都做这种接环的样子 那当时有很多家厂商都会做镜头而已 它没有做机身 像这个斯乃德这一家 然后或者是像什么Pentex的前身 这个都是做镜头 它是做了一堆镜头 所以当时有非常非常多的镜头 当时有点像是 某一些大家统一规格 有些是做机身 有些是做镜头 那当时出现了很多很经典的镜头 不像现在Nikon有Nikon家的镜头 Kanel有Kanel家的镜头 Pentex有Pentex家的镜头 每一家都是独立开来 以前每一家很多家都做同样的镜头的时候 当时那个时代就是做镜头的跟做机身的 然后你可以用很多家的镜头混在一起 那为什么会讲这个呢 M42镜头其实是一种老镜 就是可能30年前40年前 甚至到50年前的镜头 那这种镜头可以接在什么东西上面 它其实现在可以接在数位相机上 那数位相机上像这一颗 这颗很像放大镜一样的东西 它叫做斯乃德的35mm f2.8 这颗镜头呢 它其实是一颗非常不好控制的一颗镜头 这颗镜头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如果你色调不对的时候 它就会偏色偏 那色偏了以后呢 它颜色就变得很诡异 那所以它必须要控光控的很精准 那有因为这几年的 那种500次相机的流行起来以后呢 这些镜头就获得了重生 如果你有在玩手动镜的话 你可以坐来试试看 有机会可以去买一颗便宜的M42镜头 它可以表现出不同以往 不同现代镜的感觉 什么是现代镜呢 现代镜就是现代初的镜头 大部分走的都是明亮啊 干净的风格 它不会有特殊的那种背景的旋转啊 或是一些特殊的立体感都不会出现 它大部分拍起来就是很干净很明亮 那当然了这是优点 当然它有它的缺点就是它没有特色 看起来就是明亮干净 那这种M42镜头呢 它就特殊了哦 它可能拍出来的东西非常的长得可以长得非常的特别 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一颗的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就是用这一颗拍出来的 这颗拍出来的镜头 它立体感是特别的重 非常非常的重 你会发现它拍出来的感觉 跟现代镜开出来的感觉的立体感是不太一样的 这一颗镜头有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是长成这样子 另外一颗形式是它的 因为这种镜头有好几代 那你可能买到是前代或后代都表现出来的样子会不太一样 那基本上在以前这种镜头呢 其实它的镀膜 像现在镜头的镀膜可以去消你的色差或是相差 当时它们这些镜头比较多用的就是那个玻璃 所以当初的玻璃会做的比较好 比较不吃那种镀膜的样子 所以可以看它的拍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跟现代镜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它的立体感特别的重 这个地方是台南的一间庙 可以拍出来感觉那个味道会完全不一样 那所以呢 所以这个是台南的那个天坛的地方 那这颗镜头呢 很看曝光 很考验技术 简单说如果你技术只要一不小心过度曝光呢 它可能就会偏暗色调 所以呢 这种镜头我们就是要称它很有个性 有些镜头它就是长很有个性 就是你只要我只要曝光一不对 它就会变成很奇怪的样子 所以呢 这也要看人的 如果你喜欢手动镜的感觉 你甚至可以去玩玩看这些镜头 老老的镜头 但是很有历史感 有些镜头拿起来呢 非常的沉重 那有些镜头拿起来非常有质感 那这些镜头有些超过 甚至都超过50年以上的 所以呢 品质可能要选过 有些品质真的也不是很好的 有些品质还OK可以接受 但是就要花时间去找 所以今天所介绍的是 粗浅介绍一下M42这颗镜头 什么是M42镜头 就是它的接环 是M42 我们通常叫M42 M43不同 M43是另外一个系列 这是M42的镜头 好 那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那我们聊聊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有点赞不认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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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